HELLO 各位夥伴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跟各位介绍一个 怎么样制作一个动态背景的简单方法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先在这个简报上面 我们先画一些基本的图形 好 看你有用圆形或是方形都可以 那我们就是简易的画几个圆 完毕之后呢 颜色我们可以自己来选 选定不同的颜色 好 那个大小你可以自己再调整一下 就随意的调整就可以了 好 那接着呢 我们新增一张投影片 空白投影片 那我们在第一张投影片呢 我们按滑鼠的右键复制 好 那点到第二张来的时候呢 我们贴上我们刚刚复制的内容 贴上 这里会有三个选项 注意看哦 这个是三个选项 我们是贴上图片的模式 那这张我们把它拉到很大 故意把它拉很大 好 拉很大之后呢 然后呢 我们再选择这个 格式这个地方有一个美术效果 我们来选择一个模糊 拉模糊调 然后接着呢 这里有一个美术效果的选项 我们帮这个半径呢 拉到100 就让它整个模糊掉 整个模糊掉 好 那我们帮这一张呢 放到最底层 当做背景一样 好 那我们看一下效果 好 有没有 就是一个简单的建成的背景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要让它做一个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点这一张 建成背景 点一下 那么我们按动画的部分 新增动画 让我们找到一个 其他移动路径 用一个向右就好了 那你如果要用倾斜的方向也OK 看你的设定 那我直接用向右就好了 好 那么这个运动的方向呢 你可以自己再调整 那注意就是 这个地方不要超过这个简报的这个边界 不然等一下你会露出一个空白的地方 好 接下来我们按一下 动画的窗格 然后选一下时间 那我们时间可以拉长一点 5秒 那么开始的时间呢 我们可以接续前一个动画 我们就让它播放 那接下来效果这里呢 我们勾选这个自动回复 自动回复 好 按确定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效果 播放一下 这个渐程是不是过来 然后你看又自动回复过 就是在这边 左边 好 那么它就播放一次而已 那如果我们想要让动画一直播放呢 我们就再回来再调整一下 效果 这里有一个重复呢 我们就选择直到下一次 你按到滑鼠 或者是下一张最后一张投影片 就看你要的效果 那我们选这一个 下一次按滑鼠 好 那我们再看看效果 好了 这个紫色的 你看一直往这一边 好 那再回去左上角 然后再回来 那么你这样就可以制作一个简单的 建成背景 那么你这样就可以制作一个简单的 建成背景 先试一次 谢谢收看哟